秦刚叛变已身亡 当全世界都在为中东和乌克兰的战争分心时 一场斯大林式的大清洗 正在席卷中国极端神秘的政治体系 中共随着党魁习近平铲除眼中的敌人 中共外交和国防部门的官员不断离奇失踪 死亡 向外界发出北京高层不稳定的明显迹象 这对全球经济甚至地区和平前景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今年6月25日 担任中共外交部长不到6个月的秦刚 还在北京与斯里兰卡 越南外长 以及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 安德瑞 鲁丹科举行了会晤 然后他就消失了 据Politico引用几位能接触到中共高层官员的人士透露 鲁登科去北京的真正任务是告知习近平 他的外交部长秦刚和几位高级官员 已被西方情报机构所招募 秦刚失踪后 网上出现了关于他与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傅小田的绯闻 据称 秦刚与傅小田有一个私生子 是美国公民 在中共网络审查人员的默许下 这些故事在网上广未流传 习近平在中共党内进行大清洗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中共外交和军队系统的高层连接出事 被免去国务委员和外交部长的秦刚 被免去国务委员 国防部长的李尚福 以及被内部宣布分别撤销火箭军司令员 政委职务的李玉超 徐中波 都是二十届中央委员 尽管中共安全部门已将镇压行动提升到了极权水平 使人们几乎无法了解中国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来自北京的政治信号是明确无误的 中共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莫名失踪和被免职只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他们都是习近平的忠实拥护者 在今年早些时候 失踪前几个月还被侵点和提升 其他备受瞩目的牺牲品还包括负责中共核武器项目的将军 和一些监管中共金融业的最高级官员 这些习近平的追随者中 有机人已在积压期间死亡 另一个不祥之兆是刚刚退休的前中共国家总理 共产党二号人物李克强于十月底骤然促势 中共官方给出的解释是 李克强在上海的一个游泳池里死于心脏病发作 尽管李克强享受着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服务 他死后 习近平下令大幅减少公众对他的哀悼活动 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 激怒习近平所以在游泳池中心脏病发作与俄罗斯官员冒犯普京 因此从窗户坠落的含义相同 自习近平2012年开始执政以来 他无休止的大清洗已清除了数百万中共官员 用习近平富有感染力的特殊名词来说 上至中共高层老虎 下至低级官僚苍蝇 人人自危 如今 不同的是 被清除的官员不是敌对政治派别的成员 而是习近平自己集团内部的忠实拥护者 这导致其政权的稳定性受到严重质疑 在天朝首都北京如此躁动不安的气氛下 人们担心孤立无援 疑神疑鬼的习近平可能会判断失误 挑起与弱小邻国的武装冲突 甚至发动对民主台湾的全面入侵 以转移党内及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 敌人无处不在 从中南海传出的政治地震 使本已急剧衰退的中国经济更加的恶化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Ersela Von der Leyen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我们看到中国国内正面临诸多挑战 老龄化社会 人口结构问题 严重的住房危机 经济增长放缓 离开大学的年轻人在私营部门 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导致失业的情况 中国的金融家和商界人士私下抱怨说 他们被要求花大量的时间学习习近平思想 他们表示 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叙叙叨叨的执政口号 归结起来就是无意识形态的极权统治和个人 崇拜在中国的回归 最近几周 中国的投资银行禁止发表负面的宏观经济或市场评论 并禁止任何可能显露出银行家过着享乐主义生活的行为 习近平在2012年就任中共总书记后不久 就开始在一场从未真正结束的反腐运动中 清除他真正的和想象中的敌人 数百名中共高级军官 以及数千名党内高级官员被捕 失踪或自杀 被逼自杀 或在伪装成自杀的情况下被杀害 这种常年进行清洗运动的受益者都是早年曾与习近平共事的 对其绝对忠诚的审级官僚 火箭军 Politico 以数几位能接触到中共高层官员的人士透露 秦刚突然失踪的真正原因是他卷入了一桩更为严重的丑闻 涉及中共国防部长和指挥中共火箭军的将领们 火箭军负责监督中共的核武器项目 几乎在其失踪的同时 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 副司令员刘光斌和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 火箭军前副司令员张震忠也全部失踪 据报道 火箭军的其他几名现任和前任高级军官也同样被拘留 至少有一名前副司令员死于不明疾病 这些失踪的指挥官最终被正式解职 由来自海军和空军的军官接替 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况 因为火箭军的最高指挥官几乎都是从该部队内部提拔的 就在火箭军的清洗行动被正式承认后不久 习近平今年3月选中担任中共国防部长的李尚福也消失了 10月底他被正式宣布解职 就在秦刚于7月被正式免去外交部长职务的前一天 中共官媒的一则简短报道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阴谋 报道称自2015年以来一直负责保护中共最高领导人 并监管习近平贴身警卫的中央警卫局司令王绍军 已于三个月前因医治无效趋势 据接近中共高级官员的人士透露 俄罗斯副部长鲁登科给习近平的信息包括 指控秦刚和火箭军高级军官的亲属帮助将中共核机密 传递给西方情报机构 其中两人声称秦刚于7月下旬在北京军队医院内死于自杀或酷刑 西方敌对势力 鉴于中共体制的不透明性 中共当局也不对共产党的内部运作发表评论 外界无法确切证实这些消息 西方高级情报官员在被问及中共的清洗活动时 拒绝发表评论或讨论此事 但这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本身就清楚地表明 中共政治中心的疯狂与偏执 今年夏天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博恩斯 Bill Burns称 中情局在中国重建网络的工作取得了进展 并在中国拥有强大的人力情报能力 中共政治中心的这种偏执 已经延伸到了中共官僚机构 和经济的各个领域 在中国 任何被世卫过于西化 或过于接近西方敌对势力的人 都有可能陷入困境 一位能说刘丽英语 经常参加国际会议的中共高级财政官员 通过电子邮件告诉国外媒体 他无法再参加即将在中国以外举行的活动 也无法与境外通电话 近几个月来 数十名中共高级财政官员被免职 其中很多人被指控的罪名是腐败 这位官员的一位同事说 他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原因是与美国走得太近 可能是间谍 这似乎是任何过于热衷于 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人 不可避免的命运 也应该成为那些仍然认为 中共可以与西方做生意的人的警示 就算找到最后市场上人的便宜 继续